再看到浊西乡办公大楼是上班或民众洽工的地方 不过现在也是小朋友游戏玩耍的最佳场所 浊西社区发展协会在乡公所的支持协助下 在一楼的办公厅社规划了巴尼达游戏屋 提供前来洽工的家长领托的服务 那么开幕的活动首日吸引大批小朋友前来游戏相当热闹 设置在卓西乡办公大楼厅室内的游戏屋空间正式对外开放 小小朋友早已迫不及待进场 玩玩具阅读绘本 也在管理员的带领下玩团体游戏 小朋友各个玩翻天 我玩下平均游戏 我也是 不仅是小朋友 连家长也爱死了这个游戏屋 因为来乡公所掐工办事 或者临时有药物 也再也不用担心小孩 无人看管 游戏屋的零托服务 让家长可以安心放心的处理事物稍稍喘息 我觉得这个游戏屋不错 可以就是让家长也可以在旁边观察小朋友 然后就很放心小朋友也有很多游戏可以玩 就是可以耗电体力 这家长还是很棒的 我们有指导员 然后协会那里就是我们教育协会这里 他们会不时的会请他们的承办人员 会过来关怀一下 说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设备 或者说不足的地方 卓西社区发展协会在乡公所的支持协助下 与财团法人金字塔幼儿教学研究学会 在乡公所一楼办公厅设设置 巴尼达游戏屋 提供玩具书籍等设施设备 以及人员免费提供幼儿陪伴零托的服务 都有游戏指导员 那游戏指导员就负责说 爸爸妈妈来的时候 带着小孩来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游戏屋里面去协助 怎么样教他们怎么玩 那或是协助爸爸妈妈怎么样带小孩 那喘息的时候我们会另外每一盒 可能是我们的有托育背景的 有教保背景的 或者是有护理背景的人员 那尤其是两岁以下的孩子 还要有这个托育人员的背景 那他就可以只有照顾那个孩子 透过公益彩券回馈经济化机制 财团法人金字塔幼儿教育研究学会 以台东完成设置四处游戏屋的经验 今年首度进军华连线 获得了相公所及卓西社区部落的欢迎 率先规划设置 本尼达亲子游戏屋里面的游戏 都是经过专业的老师来挑选 适合我们部落小朋友 也非常具有安全性 那至于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的指导老师 专业的老师在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对三 或一对二的情况之下 所以游戏的那个玩具都具有安全性 乡长天桂花表示 乡公所办公大楼除了是员工上班或民众洽工的地方 现在也成为小朋友游戏玩傻的最佳场所 也欢迎家长们能善加利用 接着是越南卓西采访报道